這支發生意外的滅火器就放在這裡 但是卻已經過期了38年 我們聽聞父親店家和鄰居 這支滅火器都不知道是誰放的 而且已經超出年限 38年的滅火器發生爆炸 事發隔天火雕人員也到現場仔細看驗 這回咖哩店起火 隔壁老闆想幫忙救災 反倒受傷 我們搬來這邊的時候 他只有那支 他只是因為那支都沒有人去保養 滅火器擺在巷弄裡好幾年 無人在意 等到緊急要用時 卻已經變成傷人武器 原來這支出意外的滅火器 是舊型加壓式 正常來講 使用前會用右邊的小鋼瓶加壓 讓粉末和氣體混合 不過一旦氣體加下去 要是鋼瓶有鏽石 就容易發生爆炸 這一支鋼瓶 高壓的鋼瓶 如果鏽石的話 就很容易像炮彈一樣噴出來 打到人的話就一定受傷 鋼瓶承受不了壓力 突然炸開 瓶身爆充 舊款的滅火器 雖然打火效能高 但危險性也高 現在形形的滅火器 大多改良成蓄壓式 也就是粉末和氣體已經混合 而且液體成型 沒有焊接 已裂開的危險 按照規定 滅火器每年都外觀檢查 也應該確認 裡頭的壓力符合標準 使用期限約三年 過期效果會打折 更別說 這支爆炸的滅火器 已經高齡38年 老舊滅火器 以為變成恐怖炸彈 記者陳建安 蕭珍 呂景 呂玉涵 台北報導